以及最高法院政院長 來 那個政院長 副秘書長 請 黃委員好 副秘書長您好 政院長您好 不好意思喔 您是我法界的前輩啊 那不過因為質詢的時間上有受限啊 所以先請政院長一起上來 請政院長不要見怪 那個 剛剛曾委員提到 有關於我國人民對司法滿意度主觀的評價 他說他作為一個民眾啊 心裡非常的難過 那我長期以來 作為我國司法制度實證研究的研究者 其實在研究的過程當中啊 我更難過 因為中央研究院針對我國人民 對於司法制度的評價的研究啊 是由我所主持的 那份調查當中 全國的民眾 我總共發出了5600個樣本數 那同時是採用面紡的方式啊 所進行的 那在那個大規模的實證研究 調查完了以後 除了剛剛曾委員所講的 那樣子的一個指標以外啊 有兩個 或許可以提供啊 給我們 隨有法界的同仁參考 包括我自己在裡面 未來可能也要共同啊 努力 第一個事情啊 是 第一 依照我研究的結果啊 有法庭經驗的人 比沒有法庭經驗的人 對於我國法官 在判決的時候 整體公正性的評價 有法庭經驗的人 比沒有法庭經驗的人還要低 第二個 再跟其他的執法人員相比 對於法官公正性的評價 比警察還要低 這是我當初做完那個研究的時候 讓我心裡面啊 最難過啊 的問題 那不過啊 到了2016年的現在 我們一定要很嚴肅啊 面對啊 一個問題啊 就是司法改革啊 成效如何 來我先請教一下我們的副秘書長 主觀評價的事情啊 剛剛曾委員提過啊 我就不再複數啊 這個是司法院自己做的調查 那當然就整個社會科學方法上面 調查的方式怎麼樣 可能各自有各自啊 的看法 不過不管如何 這些數據啊 都是因為所有法律人 必須要深自檢討 要繼續努力的事項 副秘書長您知不知道 我們現任的司法院的政副院長 在當初2010年就任的時候 最重要的政見是什麼 清明的司法 透明的司法 大概是這樣子的 具體來講 在制度上面 要推行什麼制度的改革 那也是我剛才所提到的 人民參與審判這樣子的 是他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改革 人民參與審判啊 從2010年推動到現在 到2016年的今天 請問具體的效果是什麼 是目前在法治上並沒有具體的效果 因為在立法院並沒有辦法 形成多數委員的共識 那至於說 為什麼在立法院沒有辦法 形成多數委員的共識 人民觀審條例什麼時候 送到立法院來審查的 應該是10幾年 101年6月 2012年的6月 什麼時候司法院公布 人民觀審條例的草案 6月14號 2012年1月司法節的時候 賴浩敏院長有沒有公布 這個觀審條例的草案 2012年1月的時候 1月 司法節 司法節 那個時候是司法院內部已經通過 那還要送給這個行政院匯險 所以以司法院的立場來講 在2012年1月的時候 就已經完成了法治作業嗎 內部的法治作業 還要更新的 他已經在司法節的時候 對外公開了 還拿出來當政績啊 怎麼會是內部呢 他已經在司法節的時候公開宣布啊 我現在下一個問題 是從2012年到2016年的今天 司法院每年大概花在 官審制推動的預算 最近一兩年 大概每年是3千萬左右 我說的應該對吧 是 具體的成效是什麼 應該是我們已經在各法院辦理了模擬法庭有50場 你們辦了所有的模擬法庭的結論以後 採行官審制是不是還是司法院既定的政策 目前 其實 到最近的討論呢 是一個開放性的一個 還沒有 你們一開始很堅持啊 是 所有的民間團體 專家學者 包括我個人在內 甚至立法委員 一而再再而三的質詢 問你們為什麼一開始就堅持的採取官審制 到最後立法院是透過動結預算的方式 你們才願意採取所謂開放式的模擬審判 從2012年 一直到2016年 我非常感慨啊 如果當初司法院在2011年 推動整個制度的時候是開放心胸的 不是先射箭再畫板 硬要推行 飽受民間團體 大家都質疑的觀審制 2016年的現在 我們還會 在原地踏步嗎 來我接下來請教政院長 政院長 2013年的時候 是不是去韓國 考察他們 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 是的 請問在那一次的考察當中 您所提出來 具有前瞻性的問題是什麼 韓國是以陪審制 您不用跟我介紹韓國的制度 韓國的制度我非常的熟 我只是具體的問喔 您那一次在韓國考察的時候 您所提出來具有前瞻性的問題是什麼 關於人民參審制度是有很多種 你知道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嗎 因為在你們台南高分院法官所提出來的書面報告當中 說出發以前要求每一個參與的法官 到韓國去以前 要把所有的資料都熟讀完 提出一個具有前瞻性的問題 我現在請教您 您在韓國那一次考察的時候 您所提出來具有前瞻性的問題是什麼 報告委員 其實人民參與審判 並不能夠一蹴而成 這個我了解啦 現在您不用跟我討論說 就人民參與審判推動的過程 因為作為這個研究這個制度的學者 我非常的清楚 謝謝那個委員的那個指導 那麼其實是這樣子 這個關於參審 陪審 以及現在的官審 各有所長 那麼台南高分院 當初在擔任行政職務的時候 我曾經也試著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個就是科技法庭 讓全部能夠旁定的 您推動科技法庭的成效 大家有目共睹 我個人也非常的佩服 但是我現在問題很具體 就是請問一下政院長 您那個時候去參加韓國的參訪 您所提出來 具有前瞻性的問題是什麼 人民到底要不要 有參與裁判的這個區塊 那您考察完了以後 您所謂這個人民要不要參與裁判的 這一個前瞻性的問題 您考察完了以後的心得是什麼 我自己本人是認為 不應該那麼急促 因為好幾次的模擬法庭 所以基本上面您對於 推動人民參與審判的這個制度方向 是持保留的態度 沒有 我覺得應該要繼續推行 那您覺得還要再推行多久 台灣社會才成熟到可以引進這個制度 報告委員 其實有好幾個狀況 很多的面向可以持著思考 沒有這個需要齁 制度上面需要考慮的面向 我通通都知道啦 是是是 大概中文跟外文的文獻可以念的 我念的差不多了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我後面還有問題啦 所以我只想請教一下院長 您覺得這個方向是值得推動 但是現在可能還不成熟 因為有實證 因為模擬法庭很多場 幾乎在嘉義地院的每一場我都參與 是 那他們有做裁判的時候 他們要做新證的時候 會發生很多很多的狀況 這我也了解 是是 所以在於這個人民參與審判 到底要不要是專家參與審判呢 還是一般民眾參與審判 就產生了非常大的疑問 這我也了解 是是 那我現在只知道 我相信很多人也想知道 您的看法跟立場 那個論證的部分 我們以後可以慢慢討論啦 因為今天您如果只是在審判端的法官的話 報告委員 在40的這個區塊的時候 我相信人民介入的狀況之下 非常非常有幫忙 因為那個所謂的 就40認定的部分您是贊成的嗎 這一點我是贊成的 是官審參審還是陪審 還是到現在你還沒有確切的答案 其實三個制度都不太一樣 你參審也好 三個制度都不太一樣 這件事情鄭院長請您相信我 我也非常了解 現在我只要問你的立場是什麼 我的立場是說 繼續推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 確實是有必要 那我接下來請教一下鄭院長 民事訴訟法最高法院在2003年 民事訴訟法修正的時候 進行重要的改革 其中的重要改革 規定在民事訴訟法474條 請問民事訴訟法474條的規定是什麼 這個報告委員 最高法院應該行延遲辯 原則應該行延遲辯嗎 從2003年民事訴訟法修正完成到 2016年的現在 最高法院行了幾屆民事庭的延遲辯 根據我的理解 因為我是去年10月才到 那我有看了一下數據 那麼也有行延遲辯 但是還是個位數 個位數嘛 最高法院一年有多少案件量 在民事的部分的話 有 大概是2600多件嗎 不只啊 像報告委員 其實 沒有關係啊 我們就針對民事啊 上訴的案件 其他裁定都不要提啦 是是是 這個我有做研究 我直接從你們data base上面抓下來的啦 是 每年的實體判決數有多少 你不合法裁定不回 不行延遲辯 這很合理啦 是 每年的實體判決數有多少 我指的是包括有理由跟沒理由的 是 報告委員 那個 現在最高法院正在制定延遲辯要點 正在進行 我現在沒有在請教你 最高法院有沒有在制定什麼要點 我在問你每年的實體判決數 是不是將近1000件 是 每年的實體判決數將近1000件 從2003年到2016年 最高法院行延遲辯的案件數少於10件 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把民事訴諾法 474條當成句文嗎 報告委沒有 其實有幾個 如果沒有當成句文的話 這麼多的案件數 過去十幾年加起來上萬件喔 行延遲辯定低於10件 如果不是把它當成句文 那請問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如何看待 民事訴訟法474條的規定 向委員報告 最高法院行延遲辯是在法律的爭議 假如法律沒有爭議的時候 根本就不需要行延遲辯 而且 最高法院行延遲辯是要律師辯論 而且 最高法院從兩 最高法院後來改革 就已經改採律師強制代理了嘛 這些民事訴訟法基本的規定 那個政法官您相信我 我非常的熟悉啦 所以按照您的看法是說 過去最高法院在一萬多個案件當中 只有十件有法律上的爭議 並不會如此 其實是這樣子 好像那個 因為委員也是民事訴訟法的專家啦 而且 我知道 九十二年那一次的修正 委員啊 真的是 處以震聲啦 向委員報告 最高法院現在在進行這個工作 但有幾個現實問題向委員報告 當初最高法院在建立的時候 根本沒有思考到開庭的這一回事 因為最高法院原則不開庭 現在齁 那個 政院長不好意思容我打斷齁 您在學術上的論著我常常敗讀 對於您用功的程度我也非常的敬佩 但是作為一個民意代表 我要站在人民的立場 對於整個最高法院的運作 提出應該有的持續 那現在時間也到了 那我希望未來還有繼續的機會 不管是在財委會還是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進一步的針對我們的司法院過去這六年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具體的成效如何 未來該如何改革 繼續請教我們司法院 還有其他法院的法官們 謝謝 謝謝委員 也謝謝委員繼續的指導 這個院長